这声音挺好的 这好 没操没操 我给大家看嘛 没得说 这可能就是生活里最迷人的部分 很少担心那种所谓的 比如说凯里是相对封闭的一个地方 就封闭可能帮你孕育出一些东西来 独特的自信的东西 但它也可能带来那种问题 这种冲突之间对你来说 你就真的是很好想吗 还是说 没想过 没想 那其实去了更外面的世界 更别的地方 那个东西对你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对陌生的东西都挺不自在的 你喜欢旅游吗 是不是喜欢 特别喜欢 你特别需要陌生的东西 我们完全相反 所以我就很好奇吗 我特别不喜欢旅游 我去每个国家 影展也好 做宣传也好 我从来不出酒店 同时要逛一逛 我们就出去逛一逛 我自己我坚决不去 你不好奇吗 完全不好奇 那你觉得好奇表现在什么地方 电影算是比较好奇的一个事情 打游戏也比较好奇 你之前说这种打游戏的方法 对你拍电影有很直接的用处 我感觉 我们这一代都是游戏的 思维都是被游戏训练出来的 看我电影里面有很多PUV的镜头 包括长镜里面 他如果没有偏见的话 看其实很习惯 游戏里面不就这样吗 一个人要去到哪 要怎么样 你会除了自己以外 你会关心同代人的精神状况吗 我觉得他们其实挺焦虑的 行动力也差 我最替他们担忧的是 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焦虑 你觉得他们的焦虑来自何处呢 可能也跟我一样 都一样 我的普通的那些朋友 他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最基本的物质上面的焦虑 精神层面 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该不该焦虑 我是该提醒他 你现在要焦虑一下 还是不提醒他呢 在喝酒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我都欲言又止 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的姿态也不对 我应该和他们一样 但有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该不该告诉他 你是不是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 每次要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挺傻屌的 这个折磨你吗 我有刻意的让自己别那么好为人师 有刻意的在要求我自己 尊重别人的生活 尊重别人的逻辑 或者说你会想把你的这种提醒 或者这种关切 可能放在别的方式里 放在电影里 或者放在创作里面 对 因为创作那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方 或者你认为一个 就是不管你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或者艺术家 你认为无所谓 你认为做一个朋友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去为他做这个提醒 就好像他生活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突然拿了一个东西进来 那个东西是一次性的 有时候可能会打破他的生活 可能就没有了 那个水果吃完就没有了 他只能等我 不一定好 我觉得挺干扰别人生活的 如果说通了的话挺干扰 如果没说通的话挺傻屌的 你觉得侯晓写的电影是适逐去说这个事情 更想反 我觉得侯晓不会去 他更退回来 对 强加于要教育 某种观点 他在旁边等你 拍出你的样子来给你看 我外公来了 就是这个化学校的年纪 对 对 比较多 还是说麻木一些 那个时候甲岛的里面年轻人反抗的意识 我觉得要强一点点 对生活的反抗 更对外一些 会做更极端的事情 在凯利的我的朋友就觉得不做极端的事情 没有什么极端的事情 每天能买个好车开着去吃好吃的 看起来快乐 那你觉得侯孝贤镜头里的年轻人呢 风贵来的年轻人 风贵是侯岛那个年代年比较久远了 内带年轻人会更焦虑一些 明显能感觉到他在捕捉精神上面的焦虑 能感觉到他们的很虚无 我们凯利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虚无的 不知道 但是北京的年轻人慢慢的意识到自己在虚无 凯利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很充实 但是总是因为凯利总是会滞后一些 可能过去年他们就会这种意识到 不会 我觉得他们不会感受到 他们把最大理想都放在爱情上面 放婚姻上面 他们虚无是对婚姻关系的虚无 而不是对人生的虚无 不会感受到 或者说再过了十年 二十年 到四多岁时候会反歌一击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酒鬼了 也解脱了 解脱了 已经放弃了 在准备反省的时候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放弃了 应该是这样 特别喜欢周星驰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父母还没离婚的时候 他们总带我去看电影员看电影 然后那时候电影员放的都是周星驰的电影 然后当他们情感好的时候牵着手艺去看 情感破裂了 就两个人一边走 走在一边 中间隔了一个广告牌 我就走到广告牌 那不知道往左边还是往右边 我小时候有个很迷惑的问题 但我也从来不问老师 就是我感觉为什么月亮一直在跟着我走 我这个问题只是长大了以后我才解惑的 我一直以为月亮原来是挺关心我的 我说每次我走到哪 怎么他都走到哪 好奇怪 然后我自己还出来 每次出来都看了一下 觉得可能真的是如我所想 他可能会跟着我 这也代表当时是不是一种特别渴望被关心的 对得到关照 快发现不是 你觉得你的电影 比如路边野餐 其实是被你同代人 年轻一代是非常喜欢的 就变成一个 也有争议也有喜欢 对但还是就变成一个符号了 你觉得是什么 你里面的什么东西对他们这么多的触动 我觉得是不是电影本身 一个中年人的生活 他们真有那么在乎吗 我不知道 但是中年人像一个少年一样在电影里面晃荡 我感觉是能触动到他们 因为我们这代人是提前衰老的 信息爆炸 被老先生能克服吗 能克服吗 这时代特征 你觉得应该反抗吗 我是一个不反抗的人 但我不顺从 不顺从不反抗 不负责 负责 我只对艺术负责 其实改到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然后你就创造另一个空间 电子游戏是一个空间 然后那个内心的活动也是空间就潜入到自己的内心了 获得某种自由或者说复发的方式 让你的创作某种意义正好是跟这个潮流有关系 或者是这个潮流代表 你觉得这样懦弱吗 也不是吧 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这是很难了 但我觉得他仍然是一种反抗 一种 反抗也谈不上 反抗什么呢 都不知道反抗什么 不服从的 反抗是刚才说到年轻人 我觉得作为同一代年轻人 我特别希望他们关心自己 时间不多 去关心其他人 关心大师 我也不是很关心大师 我只是从大师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从好的人身上学习东西不是很应该吗 关心其他的问题 别关心那些问题了 关心自己 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话题 慢慢的回归到自己 你没有其他途径 但是随着你慢慢长大一点 你就会意识到 如果不关心更广阔的东西 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关心到自己 也许我慢慢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不是关心人类了吗 关心人 对关心人类 就是说更普遍的东西吧 那也是就是关心自己 某种医生 也是在关心自己的原因 我还没辨证过 他们都不关心自己 因为他们同时也不关心真正的外面 但我不想把他们想的那么肤浅 因为我自己是他们的一员 我了解到面对的焦虑 其实他们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关心他们 没有人关心我们 我们在关心一些上一代的人 因为你们更有伤痕 好像我们没有伤痕 所以不值得关心 很少人关心我们 这条路没变过 大概走了五十遍 从小到大都走这条路 三十年左右 大概在一岁多 碧干将自己的日常搬入了电影 到这里你特别理解 你对空间的一些感觉了 国际应该是这样的 是啊 你看这种完全是那种空间吗 最后每个场景 都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应该坐这上面聊天 可以 在这些日常背后 他想表达的和追忆的 既在电影之中 又似乎在电影之外 您好 您好 要采访我找不到地方 都这样开始了 真好啊 这地方 您好您好 谢谢 您好您好 您好 真好啊 现在我一点不觉得他是天才了 我现在一点不觉得你是天才了 完全破掉了 他就这样子的 对 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真是 太好了 我这上面的圆球 是你对太空最初的幻想吗 他有一天会飞起来的感觉 还真想过 是吧 真想过 感觉是发射塔 对啊 特别苏联式的那种感觉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空间的特别性呢 我从来没有这种意识 最早肯定要依靠直觉 你比如说我太太来 她说为什么你们这边老是上坡下坡 她说这话之前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是上坡下坡 她说完我才发现 我说原来还真是这样 那你现在比如现在再回来 她已经是镜头记忆的一部分吗 创作当然非常依赖 就自我经验的很多东西 但是过度依赖自我经验 又可能滑向沉溺 沉溺也无所谓 我觉得沉溺很好 因为你作品首先要解决自己 任何一个艺术工作者都是这样 一定是自我的诉求为先 未来如果驱动力没有的话 你也就非常习惯没有这个驱动力 过非常日常的 不会产生那种纠结或者挣扎 不会 不会 拍电影这种事情 它不像做一个作家 作家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才写作 但作为一个导演 你不一定非要拍心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拍别人心里面的东西 你有手艺 手艺被锻炼出来了 一样可以 最好导演拍的都是心里的东西 还是说也可以拍别人的东西 对你来说 也可以拍别人的东西 没问题 但自己的心里的东西 我感觉 说实话也没多大 都还不到30岁 我这两个电影淋漓尽致了 我想要讲的全部讲完了 我想要抒发的全部都抒发完了 总结的全部总结完了 有痛苦有甜蜜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接下来我自己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 我是不想写 我连诗都不想写 然后好多人就会很遗憾说 那你现在都不写诗了 但我觉得不写诗是快乐的 反而写诗是不快乐的 是因为你有东西要讲 你有东西要分泌 我不希望你 拔不得不写 这样是最快乐的 我就不写 特别好 你就好小贤一直在拍自己心里的东西吗 还是说他也在拍 不一定 头到已经变成一个大师了 大师会关照其他人 会关照人类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我只是一个年轻人 我关照不了人类 关照自己都很吃力了 或者渴望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去关照人类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首先是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自己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忧虑了 没有什么预解 然后才开始有心情去关心人 那之前的预解是什么呢 主要预解 预解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拍电影的话 我成熟的会比现在慢很多 拍电影你要强迫自己思考很多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解决那个关系 如果当他无法解决的时候 怎么表达那个关系 但如果不拍戏 不作为艺术的话 我不会想这些 只会随过逐流在生活里面 喝喝饿饿的 那你其实也不舒服 很不自在 但有艺术以后 其实现在很自在 有一种回避的心理 一些东西可以回避了 但是那些东西就变得更凸显了 就更不能回避了 可能那个真实的情感 就会更直接的突到你眼前了 就我之前也说过一个 比我小时候 比如说在澡堂旁边的房子 那些房子因为很潮湿 它的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每天晚上醒来 我父母在吵架 然后那个电灯都会闪 所以那个闪烁的电灯总是 在我电影里面总有 有闪电 有闪烁野菜里面理发店 老是有那种东西 就那个东西应该是 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 一个异象吧 在记忆里面 那你想想觉得 你把它拍到电影里面 就很有安全感 嗯 电影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让你自己更 更像一个旁观者 嗯 好像好像那个人就不是你 把它关在哪 嗯 能关都关了现在 对 我全关好了 踏实了 舒服 嗯 很爽 嗯 或者说自我的反省 是体验的什么地方 因为当然 就是你拍出来以后 你解决了以后 你会问呀 那个东西真的是痛苦的吗 抛弃你的人欺骗你 到底是可恶的 嗯 你会开始反省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 你就不忍心 嗯 所以才会有场景里面 每个人的那个动人一刻 你的朋友就是说谎骗你 嗯 就是欺骗你的人 他到底是那么可恶的吗 最后你写着写着你 他就变得不可恶了 嗯 但他会有一个逻辑 他在梦里面 嗯 也没那么显示 嗯 那现实和现实和这个虚幻 就变得更更模糊了 非常模糊 嗯 反正这是我现在最困惑的问题 嗯 就是电影和生活之间的问题 其他的我都不焦虑 也不困惑 那每次回到家会 因为朋友变化实在太大 嗯 拍电影之前还跟我说他 准备要结婚 拍完电影你发现他已经离婚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都没有参与到他 嗯 你友情里面的一个阶段 那他离婚的时候找谁说 他不可能来找我 我忙啊 嗯 嗯 拍完电影刚回到家是很不适应的 嗯 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说坐牢的人出来 然后他回家 哈哈 他一看DVD 他不会用DVD 呵呵呵呵 我就挺心痛的 拍摄的地方很多时候也是在那个 嗯 废弃的监狱里面 后来自己拍完电影回来 你就发现你 你当然会用这些工具 但你发现你跟家人的沟通 其实是 嗯 是有空白了 嗯 你小孩一下子就长很大 你下意识的会想 是不是再回鲜域会比较好 呵呵 在那地方待着会比较好 昨天我我我从那个北京来飞机上看了一个电影 听我我又没有耳机 我就看着那个挺很挺动人 他去太空苏联的宇航员 嗯 宇航员 他老婆就问他 他说你在上面会经过苏联吗 他说我一天经过16次 嗯 他说这过程中你会一直在想我吗 他说 只有经过马拉加斯加的时候不想 为什么不想 他说我在想如果我 就说突然从太空掉到马拉加斯加上 他们会不会有把我当成 就上天派来的 让我当国王啊 他像梦境一样 其实 就他已经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了 嗯 所以有一个新的任务要执行 要回到太空 他特别肯定就回去了 应该都是拱框 那条河当年应该是污染的很厉害才对啊 对 野餐里面不是还有一个专门洗矿的池子 嗯 然后理发店的女人说里面会不会有海豚 然后小姑爹说怎么跟海豚 就是重空也污染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为这样一颗动容 明明是一个笑话 是 是 收点的光 透过障碑 丰富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是不是这种废弃 生命力不在 繁华 衰落 会触动特别强吗 我觉得我所有的电影都建立在这之上 电影拍出来 你说我去拍他那个白大楼 我怎么拍好看 我怎么也想不到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已经被时间摧毁过了 嗯 那这样我感觉他会保存一定的美感 嗯 然后人物在在里面会让我有拍的欲望 嗯 被摧毁为什么有这么有魅力的对你来说 其实是要摧毁那些不美的东西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这个心里是怎么回事 他不太像一个英雄 嗯 你刚见出来的东西他太成功了 嗯 你没有描述他的欲望 嗯 那电影呢 刚拍出来 他是个新的东西 也是这样 一定要过经过时间 无论是野餐也好 地球也好 一定要有时间 嗯 所以你觉得电影是一个 怎么说经验和记忆的储藏室一样 一定是 可能过段时间再重新打开的时候 对 那个打开的方式才对 刚刚开始崭新的时候 打开方式不对 嗯 但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电影就是要及时让大家看到 嗯 有更合理的票房 是整体的诉求 你怎么面对这个矛盾 我没法面对 嗯 太理想主义了 嗯 无非就是电影而已 我确实也特理解你说那种 那种所谓的伪生课的东西 凡是真正的生课 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更能理解的 嗯 朴素的英雄 他每天花24个小时去生活 嗯 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 嗯 我们是有捷径的 我们可以逃避生活 你可以写书可以拍电影 嗯 但一个普通人呢 我这段时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我看见一个保安 在保安庭里面拿手机看电影 然后他在电影里面看的是 也许是好莱坞 也许是一个英雄片 有什么关系呢 嗯 然后你说他是肤浅吗 我觉得他特别深刻 他比我更能体会到 那种无奈绝望 然后他要他要想做什么事情 这是小香港 这就是维多利亚港湾是吗 对 不知道当时这最美的姑娘 现在是在做什么 现在 大多数命运都不好 你说这种记忆的不断的消消除 嗯 然后叠在之前的废墟上 在叠加新的东西 嗯 这种东西你说对人的内心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那真实的感受就是孤单 嗯 你很很无助 你是没有记忆的一代 什么是记忆啊 一定是你的那个空间 嗯 你相处的人 但他们都在快速变化 你哪有记忆啊 这些变化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好的 你不想要手机吗 嗯 你不想要经济的发展吗 嗯 你不想要你的亲人过得更便捷吗 然后那些记忆就会丧失掉 你想要那些记忆吗 还是你想要现此刻你活得更方便 嗯 难以抉择 对 那就回到我们那说那个朴素英雄主义 嗯 你说其实每个人你说都在某种意义上反抗自己的命运 也是要跟随这个时代 跟随柔位的变化 嗯 那我在想这种朴素的进行主义 是不是更应该是一种有自觉性的反抗 就是 因为大文是没有自觉性的反抗 嗯 你说他反抗也可以说他是可以说 他学过主流 对 包括你说那个他在手机上看了电影 也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烦闷的那种反抗吗 你可以这么说 其实没他没有那一层自觉性 对 嗯 有可能是这样 嗯 因为我看到他也是很短的那一刻 嗯 他也许就是那一刻有光彩的 嗯 嗯 路边野餐的主角陈生 扮演着陈永忠 是毕干的小姑爹 从闲置在家 到电影中与他为黄爵演对手戏 毕干的电影对小姑爹的改变 仿佛施加了某种魔力 幸会啊 你血量很好嘛 白色啊 对对对 行 再加两瓶 确实 嗯 再来一瓶吧 好 我们就就就就最后这一瓶 没没事没事我们多喝两瓶没事 没没事没事 明天明天你们还有更棒 你喜欢过去的凯莉吗 还是现在的凯莉吗 是啊 嗯 还有一个现在就看见自然太好了 嗯 嗯 你去演电影看见自然太好了 哈哈哈 也不算 也不算 哈哈哈 反正那时候好像人真正的处在那个环境好像你也不太觉得 但是你从那个圈子里面退出来以后妈妈小朋友还是有点可怕 嗯 他要是每个拍电影去在这混江湖混得出来吗 哈哈哈 这个 还不知道啊 这个 这个不知道啊 不觉得 那你想做一个现在想做个职业员啊 嗯 想 想 什么时候开始想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要做个职业员啊 就拍 拍野餐以后吧 嗯 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刚大学 那时候她说从来不好意思说我爸干什么的 她说干脆 你现在去找一份工作 啊我就说行吧 我说 我说学 我说学儿 因为女儿也想没想学儿 我说学儿我说答应你 我说 也特别 也特别感激别干 嗯 也特别感激 她也特别感激了 如果 嗯 我自己来 嗯 拍戏以后 我觉得她才快乐起来 嗯 以前她在家里心里也不太那个 拍电影以后 我觉得她 能表达自己想法的 嗯 别人也认可 也认同 嗯 以前 嗯 嗯 嗯 谢谢啊 不好意思 记者过来看一看 戏拍完了 不会再来拍了 放心放心 你去吧 拍戏的时候我每天都站在这个位置 嗯 因为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后面的工程 看前面 然后又看这边 看大家一直在怒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王国 现在就特地站在一个记忆的废墟之上了 几重记忆的废墟 对 特别复杂 对对对 有文本里的 嗯 现在是拍摄现场筹备的 对 最后得到的 对 以及现在荒废的 嗯 还没上映啊 快了啊 年底上映 当然要请你去看 这矿什么时候是最繁荣的时候 最繁荣的时候 应该是上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 那时候是不是叫小香港 嗯 嗯 当时反正比 但是现场有发达得多吧 嗯 现在都用来养殖了 养什么 豪猪 哦这样的 是很大一只 原生的客人搞餐 加续的 我可以去喂一下吗 你把这白菜 白菜帮给他吃 好 我尝尝 我尝尝 都被惊住了 不太吃好像 别跑了 你好 你 谢谢 特别